哈喽大家好 我們都看到了多年來 中共的軍隊動輒在台海搞個軍演 什麼飛機和軍艦一起上 大有兵臨成下 黑雲鴨成成與催的架勢 在國際賽事上 台灣都被迫以中華台北的名字出現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也不能掛出 總之中共處處擠壓台灣 在國際事務中 搞得台灣好像一個非名媒正取 不被帶見低三下四的小妾 其實這是國際社會的恥辱 是西方社會綏靖 和縱容了惡霸的囂張氣焰所致 然而我們欣喜地看到日前 加拿大再次在國際社會上力挺台灣 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思考 多年來 中共在加拿大各個階層領域社團 包括對加拿大的政要都下了很多功夫 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 結果並不樂觀 多是收效甚微 甚至是可以說是偷擊不成反十一把米 這不日前 加拿大眾議員全體通過了挺台議案 不僅定義了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進一步明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擁有台灣 而且這個決議案還用簡體字公佈了出來 便於讓中國人能看懂 同時也強調深化與台灣關係的重要性 這一消息令中共寢視難 共所周知中共最糾結的 最不願其煩的就是讓其他國家組織 甚至是個人 都要因無學者的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魔咒 為了能聽到這一句 令其感到悅耳的動靜 中共甚至不惜拋重金 實乃一笑大方 令人忍俊不盡 我們不妨減要地回顧一下台海的這兩年 在2022年 中共竟然派遣了1727架次的飛機 進入台海防空識別區 並時不時地越過台海軍事中線藥武揚威 就像那個並無大本事 但尊愛碰瓷 尋釁滋事的地賴 經常到聯隊家門前藥武揚威 武槍弄棍 搞不論什麼時候 就會擦槍走火來威脅人 2023年又顧忌重演 但就在2023年 中共在台海大肆軍演之中 4月10日 加拿大十位聯邦議員到訪台灣 並與十任台灣總統蔡英文副總統 賴清德及外長吳昭謝等會面 加國議員代表團的團長 議會的國防委員會主席 約翰·麥凱明確表示 台灣問題就是加拿大的問題 而到訪台灣 是為了明確在動盪時 時刻加拿大與台灣站在一起 同時強調加拿大需要調整和更新 對台政策以保障台海的和平 這些舉動都讓中共的一國的信條 被像衛生間的紙一樣用過之後 隨手扔掉 其實多年來 加拿大與台灣 有著非常友好的密切關係 目前 加拿大人共有20萬來自台灣 有約6萬加拿大人居住在台灣 台灣成了全球第四大的加拿大僑民社群 台灣也是加拿大第15大的貿易火把 在亞洲國家排名第6 就台灣的國際影響力和受歡迎的程度而言 台灣更是遠遠的超過中共國 中華民國成立於1911年 中共建政在1949年 如果說一個中國的話 那應該是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合法政府 中國大陸和台灣才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大陸屬於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 當然中華民國也從未聲明放棄過對大陸的主權 包括外蒙及被沙俄前蘇聯俄羅斯精吞蠶食的領土 被江澤民拱手送給伊利欽的 相當於110個台灣島面積的領土 中華民國在1946年時的領土的面積為 1141萬8194平方公里 今天中共號稱領土面積為960萬 可見相比之下 中共歷屆政權出賣了多少中國領土 從另一方面說 無論從文明程度和個人修養素質等方面 在國際上 台灣人受歡迎的程度都遠遠的超過中國大陸人 2024年台灣護照持有人可免遷去142個國家旅行 中國護照持有人只可免遷前往81個旅行目的地 日韓台關係一直是牢不可迫的 美台關係更是美國歷屆總統及兩黨極為看重的 早在川普第45屆任期時 美國已同意台灣在外機構懸掛中華民國的國旗 美國政府官員也被允許訪問台灣 美國多年來一直陸續地給台灣出售最先進的武器 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策劃台灣民主防禦武器租借法案 明確指出 一旦台灣需要 美國國會可授權政府租借給武器 給台灣 甚至不用花錢 想用什麼武器裝備 你儘管支撑就是了 還有去年時任議長的佩洛西訪台以來 已有三批美國國會的議員訪問台灣 日本政要更是分治探癌 歐盟的立陶宛、捷克、英國與德國等國家的議會代表團 也相繼訪問了台灣 以致忙得台灣政要都應接不暇了 在維尼斯營展也讓台灣不必用中華台北之名 意大利是歐盟國家中比較親中的國家 都如此挺台灣 其他國家就更可想而知了 沃臺華大學台灣養教所主席 史國良教授強調 加拿大雖然實施了一中政策 但並未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也因此 史國良教授認為加拿大需要更新其對台政策 以應對台海局勢的新變化 曾在奉合時期擔任過紅衛兵頭目的學者 雁純溝在反思歷史對比獻祭後 沒有被學習權 此鬧出了一個國際笑話 當時中國外交部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加拿大則提出五點理由 與它並無任何關係的台灣主權歸屬 中國要求加拿大做這種承認 毫無道理 三 即使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部分 實際上並無任何實際意義 因為加拿大國民飛機船舶要進入台灣 北京政權所發簽證根本無效 還是要向台灣政府申請簽證 這也是從事實上否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四 加拿大若在國際條約中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依條約必須履行原理 加拿大勢必派兵攻占台灣 否則把台灣交給中國 這是多麼荒唐的一件事 台灣如果確屬中國 則北京政權何必要求各國承認 例如海南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根本不必要求他國承認 反之台灣若非中國領土 中國即使到處去要求他國承認 實際上也沒有國際法實效 如果台灣有紛爭 那麼中國也應該去找與該領土有關的 當事國交涉及承認 才有國際法效果 強迫無關的第三國承認是毫無意義的 當然這番話論理清晰 說得中國外交部啞口無言 自此以後中共只放嘴炮 不敢再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 關於此次 加拿大再次通過力挺台灣的法案意義重大 將大大有助於台灣名正言順地走向國際社會 至於舉動的影響力 將遠遠超過川普在第45届任期時 美加合作拘捕了中共的國保孟晚舟 特別是現在川普再次當選後 美加將會有新的合作來鉗制中共 台灣有可能作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甚至是還有更多的好戲 我們拭目以待 好 關於加拿大力挺台灣的話題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觀看小瘋傳媒抖地下 我們下次節目見